在当今这个看脸的时代,杨子不负众望,再次以她独有的韵味承包了我们的视觉盛宴。 今晚的直播间,她身着支脸FORNY2024春夏最星际高定黑旅情,光是最星际四个字就足以让人心跳加速。 要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件衣服,这是对美的一次潜心演绎,从布料到剪裁。 从造型到走资,每一部都诠释着高定的精髓。 别忘了,这已经是她今年的第五套高定了,可见杨子对时尚的追求和品味,在圈内也算是数一数二的。 她那标志性的精致面容在直播镜头前更显得灵动生气,每一个笑容都仿佛有话语,诉说着时尚和美的故事。 这一刻,没有人会怀疑她的时尚偶像地位,更没有人会质疑她对高定的驾驭能力。 风格叠变的高定之旅倒带到今年开年。 杨子的高定之旅就已经开始啦。 我们先是看到了Renold Vander,Kamen 2020春夏高定的率性与野性。 接着是Renold Vanderkamp,2023秋冬高定的沉稳与内敛。 紧随其后,Alexander Valver 2020春夏高定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做性感霸气。 Valentino 2022秋冬高定则是带来了一场世界和心灵的盛宴。 这一路走来,杨子不仅仅是在换衣服,更像是在不断地突破和重塑自己。 每一次的亮相都不同凡相,每一次的风格都有所创新。 她在时尚界的每一步都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眼球,也让人不禁开始期待。 下一次,她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绝不只是表面的美三分钟讲知识,有人说,杨子的美不仅仅是表面的。 她那透过镜头传达出的气质和内涵。 难怪有网友留言称愿意一整住进她的美里。 不过,也有网友调侃到美的让人怀疑人生。 仿佛在说,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完美的存在? 别忘了,美不仅仅是一张脸,更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的方式。 在杨子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努力,坚持,不断挑战自我的精神。 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每个女孩都可以像她一样成为自己人生的设计师。 杨子瘦身背后的故事在赞美声中,也有网友忍不住感叹。 小子真的好瘦啊,这句话背后,是公众对明星身材管理的又一次关注。 在美光灯下,杨子始终保持着优雅的身姿和完美的曲线,这一切看似轻松。 实则是背后无数汗水和自律的结果。 每一位在荧幕前光鲜亮丽的明星,都有着自己的管理秘诀和坚持。 但愿在杨子的引领下,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 瘦并不是目的,健康和自信才是我们追求的方向。 情感共鸣超级剧集陈欢剧不得不提的是,杨子不仅在时尚界有着独特的地位, 在影视作品中也是实力派的代表。 他主演的陈欢剧今晚的剧情让无数观众跟着他的角色一起哭泣。 这一幕不仅仅是对演技的肯定,更是对情感共鸣的最好证明。 好剧加上好演技,这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 在杨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多面的艺术家。 无论是在时尚舞台上还是在影视作品中, 他都以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最后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杨子的这些所作所为, 是不是已经定义了新时代女性的风范? 她的每一步走得坚定而优雅, 每一个选择都充满智慧。 从演技到时尚,杨子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多面女性。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她不仅仅是在穿衣服, 更是在演艺生活? 这个问题就留给各位在评论区热烈探讨吧。 别忘了分享你的看法和杨子对你影响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形象如何被塑造。